开明台风中心凌晨已经出海 但宜兰头城仍然出现巨浪 在壮尾箱水淹上了路面 农田成了汪洋一片 还有露树倒塌 东山箱则是有车卡在淹水的路面 而五节箱部分 活动中心的遮雨棚被风给吹先 卡在电线杆上面摇摇欲坠 让民众直呼相当危险 即使台风中心已经出海 但头城海边一早人掀起巨浪 伴随狂风威力不容小觑 不少民众不会风雨 大清早岸边灌浪 还迅速赶紧以大声攻劝离 浪花一阵一阵的往这个岸上面拍打 而且这个浪花的浪高呢 其实是相当高的 因为根据中央气象鼠的观测 在头城的海域这里测得的浪高 已经到达了9.1米的高度 一来一早下起 间歇性雨时 但凯米暴风圈人 笼罩吹起九级风 五节乡景草社区活动中心外 有支雨棚被风吹飞 卡在电线杆摇摇欲坠 让行径驾驶望之却步 那一边宜兰撞围乡 雨水宣泄 不及如同浪花 一波波涌上路面 民宅驻地的水中成了湖中小屋 撞围乡美福村水沿路面 农田成了汪洋一片 还有露树不敌风雨应声倒塌 这个树呢 从上面到下面好几节的树枝 都被风吹到断裂 而且呢断裂以后呢 还有攀附在这个 有缠到这个电线上面 看起来是相当的惊险 而东山乡 吴渊村也很惨烈 水闷上路面 还有车子误开 卡在路中动弹不得 凯米离台专家提醒天气还不稳定 还是别掉以轻心 结状开听宜兰报导